大家好,我是靳天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国庆假期 大家都要放假嘛 有些奶奶啊,爷爷奶奶的 要有休息的时间 没事,你们可以学一学自媒体 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线上线下游弹打空 它的流量好像真的是整个流量迟了 它都在发生着无声息的变化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们分享了一个 我说我没有灵感了 这不是前两三天的事情 我说我没有灵感了 没有创作灵感了 我都想等着放弃了 又说了一系列关于自媒体的事 从那个视频里 然后发出来以后 我那一天我又忙着修改衣服 我都没有看 没有看到了晚上的时候 晚上11点12点 每次抖音了 在这三年两三年内 我一直陪伴着我 知道吗 我睡觉 哪怕我白天一天没有时间看 我晚上睡觉 我说啥 我也要把抖音里面大致内容 就了解一个透 然后我才睡觉 基本上都有 通通一走就这种习惯了 所以我去翻抖音的时候 一看 哇,三万的浏览量 三万这个浏览量 虽然没给我带来什么样子 凭出价值 但是我觉得从各方面 像我在那个技术板刷金币啊 上来技术板刷金币啊 上来看广告啊 对,上来我没收 不管我有没有 第一天大家修改的 有时候 因为我是实体店嘛 有时候要给别人卖东西 我以为平台会陷入我的流浪 还是在不断地再给我持货间 推送一些人 所以我从我的实践中 我就想告诉老姐们 你们要多了解一下 这个自媒体的那个机制 多从那个官方去看一看 多看一看 让自己的账号活跃 然后啊 就是说 我就觉得那个西瓜 抖音或那个头条 还有现在一个问答 我那天就是回答了一个问题啊 回答了一个问题 展现量都是6万了 虽然是没有多少钱 就有一块多钱 但是我觉得 从我那天 抖音里出了一个 3万的那个浏览量的报款以后 然后再加那个微头条 紧接着又出现报款 然后我微头条那些 分享服装啊 或者分享那些 我的那个技术分享的 点赞量都是很高的 就说浏览量啊 浏览量还是很高的 说明那个平台还是很给力的 只要说我们做好了力 它思维对吧 比如说像我 从我们抖音里面 官方 进的货回来 各的吃铁店卖 别人卖25的 我卖15 是不是我利益别人了 这是一种叫做利他思维啊 对吧 你要给别人能带来 要么带来什么家 要么能带来利益 对吧 要不就是给别人能带来一点好处的时候 就包括是平台 哪怕是 对对对 对就是你那个 哪怕就是 哪怕就是平台 他也也是这样 你给他平台做了那个数据 你给他做了贡献 你看这两年三年 我们一直就在给吃瓜视频 抖音和头条做贡献 看我我刚跟你们说话 我都是在红衣服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点干货 又怕微婚说我这个视频又不干嘛了 知道吗 我就很想把我自己 就是说在互联网学到这两年 学到的一些经验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也跟着我一起去这样做 我实体店大家都说主部艰难很艰难嘛 三年前就是 所以我就接触了抖音 我一开始下载的是抖音极数版 那个极数版不是就是说 就是发发视频啊 看看广告啊 开开摆摆摆箱啊 吃饭睡觉都能挣钱 后来平台看那些有些人嘛 坐躺的拿钱嘛 就把那个睡觉的那个给改了 然后就没有睡觉模式了 睡觉模式现在就换成那个逛街的模式 逛街以前才有200多块金币 逛一次街 我们现在逛一次街 我是688 所以说利他思维对吧 也要是在平台给平台做贡献 多拍一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视频 那平台它会识别到你对不对 这是我说的编底 现在老铁看看我 是不是很专业 在服装这一行业我就觉得会很自信的 在这里我能找到自己的联合自信 现在我就觉得我很完美的衔接了 线上线下 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压力了 就是这三年疫情 我也不知不觉的在平台的腐蚀中 在政府的腐蚀中 慢慢的熬过来了 不管是挣多少钱 这就稀里踏实实的嘛 哪怕我一天能跟别人同样呆着 我刷刷抖音 我就是看看头条 哎呀我就能挣 我就能挣了吗 这个平台挣几块 那个平台挣几块 它就有那么一点点收入购买菜了 对吧 我就在家疫情 就是静态我也不着急 我也不操心 因为我也没退休工资 像当然退休工资的老人就另外了 谁嫌钱多啊对吧 谁都不嫌钱多 谁都不嫌钱扎肉 所以说我就想让大家 你们从官方去学习 趴在别人直播间也能学 都是写的一段一段的 直播间也能学 但是说你要在官方去学那种专业的还是比较好 也不踩坑知道吗 别人要给钱你就不要 大别人交钱你就不要 挣小钱 我们能往家挣10块8块的 那是平台的福利 对吧 那是国家挣超好 对吧 给咱们有这么老百姓的也能展示的一个平台 我就是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些干货 希望你们从我视频中没误出点什么 拜拜 我是静青 谢谢你的关注 谢谢你的聆听 谢谢你的聆听